好啦 OK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現在就讀宜蘭高商的離線選手 從什麼時候開始練成竿跳 從國中一年級就開始在練這項運動 那時候是讀什麼學校 復興國中 然後那個啟蒙教練 啟蒙師是 是合計功教練 那當初的話怎麼會想到說去練成竿跳 因為看學長姐在那邊跳感覺很好玩 所以就跟教練提說 我也想練這個 然後就慢慢練練練練 練到現在了 那你練成竿跳的話 就是 你一開始練會不會遇到很多的挫折 還是比如說跳舞過然後摔下來的時候 一些歷程的樣子 就以前很常就是 就是助跑不順啊擦桿動作方面那些的 然後都有跟老師討論 然後也是就這樣慢慢修整 還有遇過就是 桿子不會走 然後直接直上直下摔一下電子張 那有沒有遇過連續斷桿 還是有斷過可是沒有連續斷過 然後那個 從國一到現在 就是 一路上的話 最大的挫折是大概是什麼時候 大概 最大的挫折應該是 國三拳中運那一場 那一場 那一場 應該說自己 信心一定都建立好了 可是卻 又敗給了自己 因為太過於有自信 然後導致成績不理想這樣 那這次的話 那個成績有達標嗎 對不對 有有達全中運標 對那 對全中運的話 你自己 希望說 能夠達到怎樣的一個成績 目標是 破個人最佳成績 然後看 有沒有機會去 達到亞青的標準 這是最後的目標 就是達標亞青 那想跟那個 你的教練們說什麼樣的話 謝謝教練們 對我的提拔 我才有現在的成績 也謝謝教練們 對我沒有放棄 持續的教導我 然後 謝謝你們 那想對決定 沒力的話 謝謝 其實 訓練不怕苦 只怕你自己 只要心裡 有願意去練習的話 你的成績 是可以遲早會出來的 我也是 當初也是很排斥練習 但是後來 有認真去練習之後 成績慢慢出來 我才知道 練習的重要 要